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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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早上 伊萨 早上 李宗盛 來到了我們勁咖金庫實戰功能 去到星期五了 看看今天的市場又怎樣 今天就不差了 不過都挺飄的 老老實實 曾經就在出完國內三頭馬車的數字之後 升幅就收窄過 但是又抽高 曾經升過三百多點 上過去兩萬零四百的 暫時看到一支羊竹仔的 可能今天的成交又會繼續下降 也不出奇 因為昨天全天都已經沒有二千億的了 大師 現在的形勢很難去看這個trend 現在基本上我覺得就沒有什麼trend 就是走著上落市 而上落市 似乎上面的頂應該是二萬零七八 二萬零八百 但是那個底呢 雖然之前那個底位就是二萬零一百左右 但是呢 有機會就穿一穿二萬 譬如說 下到一萬九千八 一萬九千七那些位的 因為始終呢 聚著下去的那個力是好像很重那樣 而一萬九千七呢 就是什麼位呢 就是五月份的高位 那時候呢 就基本上走了大半年的 就是今年的全年新高的 直到去到九月呢 破了之後呢 才是出現突破 所以這個位呢 應該由阻力就變支持 所以 暫時那個波幅可能就是 千多點 就一萬九千七 二萬零八 二萬零七八 二萬零八八 就走著一個波幅 沒大的方向啊 始終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走一個大方向呢 一定是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導火線 或者真的有些大件事發生呢 才會出現的了 嗯 好啊 問一下Eva先啦 雖則呢 你見到 如果你看每天的日線圖來說呢 就好像小小向下墜了 啊 但是其實日內都真的有幾好的波幅的喔 那是適合爬格仔的問題 你自己能不能拿捏得到呢 那現在暫時牛紅證那個擺位是怎麼樣的呢 好啊 我們見到昨天呢 單日計呢 指數的牛證和call呢 都是錄得資金淨流入 那牛證呢 四千多萬的資金是淨流入 那選擇的收回價呢 都是叫做距離現貨價 比較遠一點 說19,800 啊 19,700 這些位置呢 都是300至500點 那現在暫時的市場就走上來二三八點 那再拉遠一點的 那叫做防守性比較高一點 可以看長一點時間呢 至於紅證方面呢 見到街貨增加的比較多呢 就是在兩萬一關口附近的 那麼距離現貨價呢 現在都是在說500點過外左右 那其實近日呢 選擇呢 除非說真是很貼市的策略 如果不是都是選擇的比較遠一點點 因為畢竟那個波幅都存在嘛 那你選擇遠一點 起碼就避開那個收回風險相對降低一點點 現在暫時其實牛紅兩邊的街貨比例呢 又拉近一點 五成多比四成多這樣的情況呢 都是炒上落為主 那麼今天第一對牛紅證給大家參考 恆子的牛證55042 55042呢 收回價呢 在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八點 那都是選得遠一點點的選擇 槓桿暫時二十多倍左右 那至於紅證呢 紅證呢 就是有一隻個編號呢 就是56488 56488呢 就收回價二萬零五百四十八點的 槓桿呢 都50倍 一個市都搓得很厲害 那數碼都是比較早的時間緊定的 那如果是日內比較貼市呢 大家都可以用我們的搜尋器去選一下 比如好像剛才我剛才所說 要選到去兩萬一關口附近那些呢 可以用回我們的搜尋器去看 那剛才那隻可能略嫌近了一些 我們如果說兩萬一關口附近的紅證呢 我都帶多一隻選擇給大家看一下 那55306呢 兩萬一的關口 那個收回價 給他們的槓桿呢 二十五倍左右 好 都是勸大家日內炒作算啦 不僅今天由星期五 你要過一過 周活 那你都不知道會怎樣 就像賭博成份高一點啦 你不如怕格子就算啦 那至於你說過股方面呢 大師都不選過股了 繼續選金 今天破了一個新高 上到二千七樓上了 之後會怎樣走呢 你覺得 是的 為什麼不選過股呢 因為真的 在摘毀波幅的時間呢 沒什麼大的機會呢 可以真的在個股裡找到吃的啦 那唯有呢 就選一隻金啦 因為呢 金價呢 又創歷史新高啦 今早呢 上過二七一一的啦 那麼 逐步賣去呢 因為我看今年的金的目標呢 就是二千八到三千啦 所以來講呢 其實現在的形勢呢 就逐步向好的 那我記得在前日呢 我推介二八四零的call的時間呢 也都講過一件事啦 就是 美金回調的時間 金就大升 美金升的時間呢 金就只是調整一些些 甚至乎同步升的 就是說 顯示到 金的供求關係呢 就似乎是供不應求啦 那所以呢 其實在禮拜三 我推介的二四六二二呢 二八四零的call呢 可以照結 那麼今天呢 我就 建議給大家呢 就反而 看一下可以有一些金礦股的call 就可以想啦 我看過這麼多隻金礦股呢 似乎招金呢 就較為呢 就 那個圖是靚了 靚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破壞的積著啦 那 如果金假在今晚或者星期一 再大幅飆升上二千八的話呢 那這次呢 應該的金礦股呢 就會更升的 狠行的啦 那麼現在你看回 其實 招金的圖形呢 也都是開始 逐步已經走了兩三日啊 不過 這兩三日呢 都沒有破呢 十月初的高位的 那麼那個時候的高位呢 大約是十四個八啦 但是如果你說七月的高位呢 大約呢 就應該是十七元左右的 那所以 上網空間有得搏啦 那麼不太多 只是搏一 一個多星期 如果真是那個金價再出現急升的時間呢 那你金礦股就應該可以呢 做到一下的破壞的 那麼那時候破壞的 一兩天就吃掉啦 那麼所以是一個短線的部署的 那我今天介紹給大家呢 就是二四三一七 二四三一七 嗯 那二四三一七呢 就是十六個七行駛價 那現在來算呢 實際的槓桿呢 都有五倍幾六倍啦 那麼 明年二月到期的 時間上啊 也都不用太過擔心的啦 行駛價也都是 算是鐵的啦 那麼可以不防一搏 現在那個駛額都是在說九千多的而已 嗯 好 問一下Eva這一隻啦 那個Empire窩大概五十一%左右啦 是不是都是一些合適的水平來的應該 嗯 是啊 如果說看回呢 其實市場上呢 都是五十多窩左右啦 其實用回差不多條款這樣去比較 人生波幅的水平啦 因為就算說 同一隻正股的駛呢 都有不同的條款的嘛 不同的到期日 不同的日子 那要用差不多條款去做一個比較啦 那而這一隻呢 都是年期相對來說 比較長一點啦 明年二月到期的 暫時提供的實際槓桿就五倍半左右 嗯 好啊 那麼大家可以一試一下 真是追逐這個金啦 因為真是你看到美匯指數沒有回 沒有回 但是金是破壞的 非常非常的強 那麼至於個股方面呢 都想了很久 那麼選什麼好呢 其實今天呢 有一隻是挺突出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 聯想的992 992的圖呢 就像想啊 想向上突破 上次呢 那個阻力其實很近的 11.78 那看一下呢 就10月7號那個位能不能夠破到 為什麼會突然間有些資金走進去聯想 因為呢 聯想呢 舉行了一個Tech World 的一個創新科技大會 在這個美國的西亞圖去舉行的 那麼呢 議會的期間呢 是有了一些巨頭的 身邊的巨頭 Intel 英偉達 NVIDIA 以及AMD等等 那麼 說 哇 據聞啊 那些參觀的分析員呢 看完聯想那些AI的PC的變革呢 就全部呢 就讚不絕口 那麼 同時呢 同場的邀請馬王仁勳呢 去到出現的 那麼呢 就說呢 要打造一個 就是比較強勁的個人電腦的一個系列呢 是用英偉達NVIDIA的Blackwell的AI芯片 那麼所以呢 如果你用得它的那個GPU 是應該走得超級快的 那麼 所以我就覺得 咦 好像真是 大家 你如果買一個AI的概念呢 你真的可以看完這隻聯想啊 那麼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 992的Colon Number呢 就是27046 27046這一隻的行使價呢 就12個5毛2的 所以都不是說太有價位 拿到的槓桿有接近四倍左右 992聯想的大師 你怎麼看呢 是啊 聯想呢 其實我都是一直看好的一隻股票之一的 除了就是當然啦 它的AI的模式是 技術是高之外啦 還有早前呢 譬如說 黑神話 吳空那樣帶來的換機潮呢 應該去直接受惠的 所以呢 也都預期呢 聯想的業績呢 在接下來的一季的業績裡面呢 是應該會有好的增長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 聯想的中場線一定是看好的啦 短線呢 技術走勢也都是啦 似乎開始突破了三角形啊 雖然它還未上破之前的高位呢 11.75 那個是兩個星期前做的高位啦 但是呢 如果技術形態方面呢 你會看到每次調整 都是守住那個上升位的 還有三角形的形態呢 已經出現了突破的啦 那所以如無意外呢 應該我覺得是有得駁來 上破11.75的 兩個星期前的高位的 而進一步挑戰呢 就是18、19元那些位啦 是啊 13、14元那些位啦 是啊是啊 那難得都找到一隻 就是那個大市回調 它不怎麼調的一隻 比較強勢股啊 問一下Eva 怎麼看這隻call呢 因為我有比較過牛證和call的 但是牛證其實那個槓桿也都拿得不太高 因為那個收回價都比較遠啊 我看到都可能要八個幾啊 這樣的時候 是否選call會適合些呢 你覺得 嗯 還有992就這個季度 就不能出牛證啦 所以就沒有一些選擇啦 如果說選一些高些槓桿的產品 就在卵身上找一下啦 而這隻呢就是相對來說 是長身一些貼價一些的條款來的 那我們現在暫時要開價呢 就是一格的買賣差價 因為那個銀碼呢 上了兩個半樓上 所以大家呢 就會覺得它就大顆了 那兩個半樓上呢 每格跳呢 就0.005的 那就要政府動多些才能動一架 那就暫時提供的實際槓桿就大概四倍的 嗯 好 挺有直播率的 大家可以留心一下聯想的call 那就差不多了 最後要問問Eva 剛才我們說的股貨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嗯 大師要不要申報 沒有的 沒有持有的 OK 好啦 那我們下個星期二又再談過了 麻煩兩位 拜拜 拜拜 發興論證特約 勁call金潑實戰攻略 是由發興銀行贊助播出 免責聲明 Req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 Reqa Finance 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 Reqa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q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 Reqa Finance 立場 作詞・作詞・作曲・編輯